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实小伙子也是这样 如果年轻人都像你们这样 夜场还哪会生意这么好 好 来看一下小伙子第二个段片 我有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感情经历是对方的父母向我家里要彩礼 我是坚决不同意给彩礼的 我对女孩的要求就是身高在一门游戏以上 最好长得漂亮一点 会唱歌 我不能接受喝酒的女孩 尤其是喝大酒的女孩 我就是这样一个阳光的男孩 台向的女嘉宾 你会选我吗 来 选号 什么样 做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说上台是打扮成这样 但是生活中我是不化妆 不美甲 不染发 然后夜店 纹身 抽烟 打麻将 也都跟我不沾边 然后我生活过去也是跟那个小伙子一样 就是基本十一点之前就都睡觉了 就是怕那个脸辐射还有眼睛 我也有点紧实眼 然后就注重那个睡觉早 然后另外一点我也挺喜欢喝糖的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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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